哈喽大家好,我是摩根体验服做出了更新 英雄调整并不多,只有三个 大家二技能回程CD前期削弱,后期增强 顿山的能量回复从2秒回复一点变成1.5秒回复一点能量 原方再次加强 所有攻击对野怪造成的真实伤害比例 从25%提高到40% 非常的高啊 打野速度飞快 本次还更新出了不少新东西 居然出了英文版的王者了 这我们尝试一下啊 重新登陆一下 整体界面呢,基本都变成英文的了 还有部分是中文字样 进去游戏一看,基本跟看天书一样啊 这个还是切换回去比较好 不过切换之前呢,我特别好奇 英雄的名字是什么样的 黄中是不是也叫耶楼中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啊 哎呀,明显不是啊 有点失望 其他名字都没什么特别的 就小鲁班的名字有点特别 这个6啊 那可露露的名字叫 看来还出了一个异类 要的名字还是中文 根本没有翻译 看看人物展示界面 果然没有 其他英雄呢 就像拼音一样 基本都能读出来 其次呢 王者模拟战新增几分系统 每天都有随机任务 完成任务可以获得几分 然后可以拿几分兑换奖励 这些奖励呢 到圣事服务还会更改啊 大家知道有这个东西就行 还出来了一个精灵系统 首批精灵昆即将上线 王者模拟战特别可爱 上下就可以获得一星昆 通过每周的任务几分呢 可以兑换更加高级的昆啊 二星昆明显漂亮了很多 模拟战的地图 到时候还会有很多的选择 希望地图就不要再用点圈解锁了吧 如果是那样 还玩个锤子呀 不过三星四星的昆 是带着皇冠的 四星昆还是条金色的 非常漂亮啊 精灵系统还有其他生物 有玉仔 灵狐 小鸡小鸟等等 都是分为四个星级 星级越高越漂亮 这个小精灵有什么用呢 就是在王者模拟战中进行对战 一次小规模摩擦之后 赢的一方会向输的一方吐口水 不过高星级的精灵 估计需要课金用点券才可以获得 王者模拟战这个模式呢 一直在优化 目前画质和流畅度 人物均衡和羁绊组合方面 在渐渐完善 高中低端机型都可以流畅运行 还有新增的A级S级技能的加入 相信很快就会来到我们面前 这个模式还是挺耐玩的 有娱乐和独立的排位系统 好的那么 TF的最新调整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拜拜